《城門老廟》這個詞題 可以看到蔡草如 他平常是一個畫師 但是在閒暇之餘 他也會到周圍的廟宇去做寫生 1970年代 他受泰國的徐氏宗祠邀請 到他們的宗祠做壁畫 也藉此機會 畫了非常多泰國的廟宇 佛像 我們現今看到的赤坎樓的角度 是在民族路的這一側 但是其實早期 赤坎樓是面向西邊 望向大海的 所以他的入口是在赤坎街 那在許多蔡草如的速寫中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特色 下一個子題是理想美 對蔡草如來說 他會特別將不同年齡 職業的女性 表露出他們的氣質 或者是自信之美 這次我們有特別展出的 檳榔姑娘 她畫的是一個穿著飽和仙皇洋裝的女性 手伸著腰微笑的望向遠方 在光復之後呢 檳榔姑娘會特別將玻璃櫃裡面擺放整齊的檳榔樣本 搭配長壽煙 打火機來做販售 蔡草如也特別在上方畫了一個九官鳥 彷彿隨時都可以為她招攬生意 蔡草如喜歡出外寫生的時間是清晨五六點或者是黃昏時分 這個時間的風景光線是非常細膩柔和的 而且陽光時常會產生一種逆光的效果 在這個子體裡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逆光風景 比如這一次的主視覺 赤砍昭序這件作品 蔡草如當時清晨站在赤砍街面向東邊 太陽緩緩地從赤砍頭後方升起 文昌閣跟海神廟背後透出了逆光的效果 而這樣的逆光效果呢 是它以一種漩渦型的筆觸感去表現 從高光處到低光源處呢 它又用淡紫色、鵝黃色、綠色、淺藍色 慢慢地去做漸層 而這種非常細膩的顏色變化 在圖片或者是影片中是不容易看出來的 最後一個子體細出 以一個地圖的方式呈現 三十八間廟宇裡面存有蔡草如壁畫作品 除了壁畫之外 它其實也跨領域的 和石雕家、紅雕、木雕、工藝師去合作 那在開園寺呢 就有包括了六片門神、尾陀、齊瀾、四大天王、 封條與順的一個門板繪畫 這一次展覽也特別以廟宇地圖 呈現以台南市美術館一館為核心 周圍三十八間廟宇 歡迎觀眾親臨現場去探索蔡草如的廟畫 那也在這個過程中呢 去發掘蔡草如平常喜歡入畫的一些日常風景 並且是真正修賺得掉 是許茂雕場的開園 是許茂雕定物的名聞 雕說 故例 這是許茂雕 貴IL